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启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上涨23.25点 收盘指数10927点 涨幅0.24% 成交金额还是很高的1780亿元 而OTC市场则是大跌了1.31点 收盘指数是153.62点 跌幅0.85% 成交金额是433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维泰昨天台北股市 当然亚洲股市 虽然在贸易战开战在即 大家压力都非常的大 但是亚洲股市昨天都是开低走高 可是台北股市虽然也开低走高 可是出现了 似乎有点内外资两样情 外资所主导 虽然外资也是卖潮 但外资所主导的全职股 表现还不错 但是有一些投信任养的个股 似乎遭遇到了乱流 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看待 风行早安 大家早安 好 延续到我们在过去前两周 历史跟大家提到的一个观念 就是外资对台北股市 这边的一个操作 可能大概会维持一个 卖多于买的一个基调 那台北股市未来会慢慢慢慢的 会导向内资为主的一个筹码结构 所以内资为主的筹码结构 通常在OTC市场 这种中小型股 它的反应会比较激烈一点点 所以看到昨天 虽然OTC它是 收盘的时候是小跌 0.85% 但事实上它在盘中 曾经一度下跌2% 对 它真的是 昨天是非常激烈的 对 这就是小型股的一个特性 或者是说内资股的特性 内资股它敢拉 它往往也会出现 这种翻脸不认账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一旦出现这种 走马的松动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出现 快速的一个回跌 所以这也是操作内资股 必须要去考虑到的 可能的一个风险 那么昨天其实 就像刚刚奉行有提到的 台塑集团 台塑世保的这个部分 昨天在尾盘 是有出现比较支撑性的表现 但是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个未必是 陈正的外资 在这边去做一个护盘 我个人认为不是 因为事实上在前面几天 外资在调节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台塑集团也是在他们调节的名单之内 所以只有一天的这一种 类似互盘性的一个手法 我个人研判 它不是真正的外资所为 或许是有特殊的 这个看木剑的手在这边去做一个撑盘的动作吧 那这次除了台塑世保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 传产的全支骨龙头 例如说 1402元东兴 你现在远房 还有其他的一些高档的 传产的全支股 这边其实也被外资在做一个调节 那还有一个租群就是金融股 金融股其实在前面过去这两三天 其实也是外资主要的一个提款对象 包括像元大金 还有一些华南金等等的 这些的所谓金控股 那整体来看 我跟各位报告就是 我认为这几天观察下来 首先要去做修正的就是高档的股票 所以刚刚所提到 不管台塑世保基团的股票 或者是传产龙头圈子 台尼亚尼远东兴 或者是金融股 他们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什么 他们都是在高档高位阶 那反倒是低档低位阶的股票 其实你说台基电 鸿海 或者是那一个景硕 和硕 他们虽然说这一波没有反弹的很像样 但是在最近这两天的卖压也没有很重 它也没有像过去外资批 把它来自卖 所以目前我觉得在整个盘面上 就是一个涨多的个股 先去做位阶的调整 这个低档的个股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低档个股如果说它一不小心 持续的盘低 甚至一不小心破底的话 那么这种可能就会造成市场上面 这种恐慌的一个卖压产生 所以我觉得现在台北股市是有转弱 尤其是在部分相对涨多的内置股 或者是还在相对高位阶的转产 或者是金融的全值 但是你说现在要断定它转空 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它就是转弱要进行修正 好 所以这里面的指数的位置是一回事 但是个股的表现可能是强弱会差距很大 我这边先请教一下伪胎 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21号了 那很多人都会提到投信的坐账或结账 你觉得现在观察投信的动态 他们到底是以坐账为主 还是结账为主 在投信的净买超 净买卖超的金额来看 你可能会看得到就是 是属于净卖超的一个情况 因为投信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他会把高的卖掉 买低的回来 对不对 所以我当我卖出比较高的价位的股票 买进比较低或价位的时候 那个金额啊 那个金额往往就会呈现就是卖超 而且张数差不多 但是因为价格高的卖掉 价格低的买进 对 所以很多会有这样的迷思说 他一直在卖超 他在结账 事实上不完全是 他也许就是在做一个 换股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数字上面的一个表现 OK 好 那但是还是有部分的个股 在这边是进行 我们所谓的这个 这个 做这样的动作 比如说之前有跟 大概大家有聊过 例如说像 有点个股叫达运 最近是逆势 往上做崇高 那达运事实上在前 应该是说 一个月内吧 其实投信对他 基本上也算是属于 只进不出的一个动作 过去一整个月 对 基本上是只进不出 没有特别的 没有特别的那个 慢操动作 那其他的 昨天 以投信来讲 这边比较 有在去做买超的 例如说像 加折 连接器的加折 还有像是创意 这些都是属于投信 在称拉合的过程当中 有在去做这一个承接的 那其他的 看到比较是属于小辛苦的部分 还有像是这个创建 这些大概都有一点点 所谓就是低位阶 然后他又有比较好的 现金殖利率的题材 这边就容易被这个投信 当做他们 替底要去做 做这样的一个参考 所以这里面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档 是属于说 我们看到第一 他的位阶没有那么的高 然后呢 过去大概是一个礼拜 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投信是还在买进来的 还在买进来的 这些应该是属于 做账的个股 对不对 机会比较大 但哪些是结账的 结账的部分其实有啦 其实在 应该是说他们 通常在六月份的上半旬 就有开始出现结账的 那这些结账的 我个人观察到 例如说像 亚迪克 或者是说像上银 这一类的这个之前 还值得 这种工具机的一个股票 那么在 至少在五月份之前 他们都是市场上面 大家一直在讨论 什么工业4.0 然后又打入什么 什么供应店 可是事实上 在六月份开始 我观察到 投信就有在卖 然后最近是 除了投信在卖之外 外资也加入卖超的行列 他们这种个股 不是说他不好 因为他涨多 他们的营收表现 真的都很好 真的都很好 好股票 好公司 但是就是要涨多 那投信他的操作方法 就是高出低进 他可能这边 去做一个卖超 然后接下来 他可能会在别的地方 在低档的个股的部分 再给他捡回来 就再做一个轮流 去做一个 高出低进的动作 所以现在这些 还在相对高档 投资朋友 你在看 他如果说是投信 有开始出现卖超的话 我就会建议 可能就暂时 不要去做介入 当然这也包括了 最近连续几天 都有呈现 相对弱势的被动元件 还有光学元件 这边都是有这种 内置筹码松动的 一个现象 因为被动元件 跟光学元件太好了 能不能进一步说明一下 因为他们确实 还是涨价题材 而且确实也利多不断 但是他会被 现在的情况 他们可能未来的走势 可能的方法 大家怎么去观察 我想被动元件的指标股 当然就是看国据 国据 国据现在 其实它的股价 已经慢慢跌破了 几乎是要跌破月线 回到月线之下 所以我觉得 以国据为首的 其他被动元件股 已经横盘一段时间 例如说像华星科 或像奇力型这一种 我说实话 如果说这两天 他们没有办法 出现有效的转强 站在技术线型的角度来看 他们就有转弱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群线就会开始 从原本的走平 变成往下滑 往下弯的情况下 就会造成 就是潜在系列 马亚会慢慢慢慢的出来 那光学元件 这一波的指标果 当然就是看预晋光 预晋光了今天就好几天 在高档出现震荡 而且都是千天大涨 然后隔天就出现拉回 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筹码比较不稳的一种表现 所以现在这两个族群 我会建议同投资朋友 就可能就暂时先逼一下 那昨天有个族群 还蛮特殊的 就是太阳能 太阳能其实在过去这半个月当中 不敢说很好 那也有继续破底的 例如说叫茂迪 我们已经跌到十几块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个股 在低档慢慢慢慢的出现 这种落底回问 例如说像异通 那昨天甚至连绿能 这一类的比较低档的太阳能股 在这边对往上去进行弹调 所以如果说现在在考虑 就是高低位阶的调整的话 太阳能个股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头来去做留意 当然 太阳能也是 可是太阳能问题是 它的营收的状况是不好的 没有办法 现在就它够低够便宜 所以你看 就是说真的利多不断的 被动元件最近这两个礼拜开始修正 而且修正幅度可能要小心注意 而太阳能它其实是利空不断 对不对 那如果利空不断 还能够看得到有指纹的 大家就可以 可是那也不是长期布局的就是了 就是暂时当一个 就电脑演出 对 那中线就是证券股 可以再看看了 好 非常谢谢众英财富分析师 成为太阳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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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